會有兩個,我放在雲端上也有啦,請各位自己再把它下載 那可是Android Studio怎麼弄,這邊順便講一下,其實非常簡單 我也把它改,本來它應該要安裝,但是我後來 看了一下它好像可以不用安裝,我就把它打包一下 就變成可惜版 可是可惜版 怎麼去弄,其實也非常簡單,原理跟EK6S一模一樣,第一個 你找到那個Android Studio,把它解壓縮,然後看到Beam裡面 Beam裡面有個Studio,有64跟Studio,你執行,因為這環境32的嘛,你就 就執行32的 這個關係到就是說你的JDK啦,如果你的JDK 有裝了32,那你就執行這一個,如果你的JDK有裝64 那這個也OK 所以主要取決在你的JDK的版本 比如說我們這邊環境 還有就是說你環境是32,你也只能裝32啦 我們這邊32就32 把它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的話,這邊出現Android Studio OK 不過我覺得它改版速度實在太快了 一直在改版,我下載的時候是好像1.01 後來現在好像已經1.2要release出來了 可能要領1.3,1.4,一直往前推進 因為Google非常重視這一塊 所以它不斷不斷一直在改版 所以它會把所有的資源 通通放在這個開發環境裡面 那它這個我覺得它有點像怎麼樣 它就是效法那個Visual Studio 就是那個微軟的開發 微軟開發環境非常的棒 可是 微軟開發環境要錢 然後它這個目前還是不用錢 也許將來會不會花錢 很難說 OK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 它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 它會問你說 這個這個 什麼什麼你的 前一板的什麼東西 這地方的話 你就直接按OK或者叉叉掉就可以了 直接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它問你說你要不要匯入一些你前一板的東西 你就不要管它 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那它這個基礎 我發現它好像也是架構在那個 Eclipse上面 等於是說把它改版 那使用方法的話 非常簡單 第一個 一樣 要把那個SDK掛上去 就跟我們用Eclipse一模一樣的觀念 那這邊的話 把它打開來 這個東西 在我雲端上面 有放這個東西 雲端上面 各位應該可以看到 在那個什麼雲端上面的 開發環境 就是在 這邊 有沒有這個東西 我是把這個東西 下載之後解出來 不過檔案非常的大 好像有快要到1G 所以你要下很久 如果你在家裡有預先下的話 應該就OK 那 第一步是先把它打開 光開可能就 OK 那這個時候它會去找你的SDK的路徑 那我是把SDK放哪裡 一樣放在同樣路徑底下 就是這個資料夾裡面 各位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目錄叫SDK 所以將來 他如果跟你要 那個SDK的話 Android SDK 你就把路徑指向到 我們這個目錄底下的 SDK 這樣子 這個環境就可以 就可以開始 弄了 OK 那這邊的話 它會有看嗎 你就cancer掉就可以了 然後 OK 好 這個時候呢 它會出現 你要不要新增一個專案 如果你要新增一個專案 你就是Start a new Android Studio的project 如果沒有就是暫時把它關掉 我們先設置什麼 設置那個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SDK 它跑得實在是 有點慢 好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 先 先畫面先 開起來之後 你一樣要去設置什麼 設置那個 就是我們的 就是模擬器 它一樣會需要有一個 AVD 不過它這個地方沒有中文版的 就只有英文版的 這個地方跟各位說明一下 另外的話 一樣要去設置什麼SDK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RUN起來之後 像我剛才有開了一個 之前寫的專案 它這邊會出現什麼 這個 SDK NOT Defined 就是沒有找到 所以呢 我講過說如果說你今天 要 把這個Android Studio 做設置的話 這邊有一個 SETUP SDK 然後 這邊有一個 設置 我們就把這個設置 打開來 那基本上 你可以瀏覽一下 如果說 你這邊沒有SDK 一樣有沒有 跟 Eclipse一樣的觀念 瀏覽的時候 那我講過 就是說我是放在 因為我解到低疊 Android Studio底下 會有一個SDK的路徑 你就把它按OK 這個時候按 確定之後的話 一樣會跳出來 我覺得觀念跟那個 Eclipse一樣 就是它一樣會跳出 我 放在裡面的那個幾個版本的SDK 會自動跳出來 那這裡的話 我只有裝 10 就2.33 15的話 好像是4.1 4.1還是4.2 的版本 OK 然後一樣會出來 按確定 這個地方的話 你把它OK 基本上它這個 Define過之後 它就消失了 再來去設置 設置模擬器 接下來就可以去RUN它了 所以RUN的方式 基本上是一樣 然後 我想 兩邊是差不多了 所以你基本上 先有Eclipse的概念 再來RUN這邊 我想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這個部分 後面再來看 先把它縮小 那我們回到 Eclipse Eclipse部分 Eclipse部分也是一樣 開起來 我們上禮拜的部分 就是建了一個 Hello World 裡面我們先確定幾件事情 第一個 你的喜好設定的SDK 有沒有設定完畢 如果沒有的話 就把它插插 確定有 所以一樣的方法 你看在Android Studio裡面 也是一樣 這個一定要設置 所以這個講過了 這個部分的話 以後 如果你們早一點來上課同學 先確定一件事 Eclipse裡面的SDK 有沒有OK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把模擬器給打開來 模擬器在哪裡呢 這邊有個小人 有沒有 有點像手機點下去 看看有沒有 一個模擬器 沒有 不過因為還原 所以很麻煩 每次都要new一個 2.33好了 那基本上我的習慣 給一個 小一點的畫面 因為你上面太大的畫面 一跑出來 因為我這一台的解析度 設比較低 所以一跑出來 整個太大 那我習慣是 3.2 HVGA這個 那你會想說 那老師 那這個Device有什麼差別 主要是跟那個螢幕的大小 比較有關係 所以 當然你也可以多設置 幾個不一樣大小的 那個 這個模擬器 可以在不同的手機 模擬器裡面 讓看看 其實你看到的結果 也會不一樣 因為它的位置 擺放的 也會有不同 OK 然後 這個版本的話 建議先要2.33好了 跑的會比較快一些 然後我們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記得 把模擬器給run起來 OK START 不過這個恐怕要花一點點時間 那請各位呢 先把模擬器 SDK 跟模擬器 先run起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 好嗎 看看 不要緊張 谢谢大家